昨天咱们实现了Double的第一个应用程序 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并实现了通讯 对吧 然后呢咱们创建了三个项目 一个是这个API 专门用来定义接口的 那个项目只负责定义接口 一个Provide提供者项目 那个项目负责实现接口 然后一个是这个Consumer这个消费者 对不对 它负责调用接口 对所以三个项目 而且咱们的力度已经开始变细了 和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这昨天已经说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并且实现了一个Double内部的一个负载均衡 今天呢就加多一个内容 我们使用Double的这个Crow 实现高速序列化 这个东西是在它官方网站的 官方网站的示例里面 有一个这个是吧 Crow和FST序列化 这里的一个东西 它这里呢只告诉你如何用 它只说了如何用 没有说其他的 那么这个配置方式呢 使用的是XML的配置方式 也没有使用Porty 也没有使用YML 对吧 所以咱们呢使用的是YML 我们要把这里的配置 还要把它换成YML的配置方式 要知道这个Crow高速序列化 先了解一下Double中用了哪些序列化 什么是序列化 什么是反序列化 为什么使用序列化 大家都懂 这就不用解释了 但是我们得了解一下 Double中用了哪些序列化 Double呢 这个RPC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高性能 高吞吐量的远程调用方式 可以称之为多路附用的TCP长连接调用 多路附用的TCP长连接调用 所谓长连接 我们都明白 TCP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每次调用不用创建新连接 提高了调用的响应速度 多路附用 就是单个TCP连接 可交替传输多个请求 和响应的消息 降低了连接的等待闲置时间 从而减少了同样的并发数下的 网络连接数 提高了系统吞吐量 全部的连接都和Double进行连接 服务注册在ZoneCable之上 有什么呀 有Double帮我们去调用我需要的服务 而这个呢 只通过一个TCP连接 就可以实现 这就叫多路附用TCP连接 是吧 所以它效率高 对吧 好 那么 DoubleRPC呢 主要用于两个Double系统之间的远程调用 你看我们一个服务提供者 是一个Double系统 一个服务消费者 是一个Double系统 这两个 是吧 特别适合高运发小数据的互联网场景 而序列化对于远程调用的响应速度 吞吐量 网络带宽消耗等 同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我们提升分布式系统性能的 关键因素之一 所以咱们的 序列化的 这个比如说体积 是不是啊 速度 对不对 都是能够提升我们系统的吞吐量的 那么Double中呢 支持的序列化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Double本身的一个序列化 Ali尚未开发成熟的高效加瓦序列化实现 Ali不建议在生产环境中使用它 也就是说这是Ali开发出的序列化方案 但是呢 不太成熟 Ali不建议我们使用 于是呢 有了第二个方案 叫Hazen 2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介绍RPC框架的时候 RPC框架的时候 我介绍了几种 一个Double 我们正在用的 一个Thrift 是不是啊 一个GRPC 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说有个名字 我忘记了 叫做Hazen 是不是这个 我说那个叫什么 忘记怎么拼了 叫Hazen 对吧 这就是当时啊 就是说没有Double 也没有什么微服务架构的时候 咱们做RPC通信的 两大比较常用的RPC框架 就是Hazen和Thrift 这两个人并假齐驱 他们是跨语言的 跨语言的这个RPC调用 我也介绍过一次 我也就不说了啊 好 Hazen呢 是一种跨语言的高效二进制序列化方式 但这里不是使用原生的Hazen 2序列化 而是阿里修改过的Hazen Lite 是吧 它是Double RPC默认启用的序列化方式 也就是说咱们的RPC通信使用的是阿里修改过的一个Hazen的一个序列化方式 那还有一个呢 是Jayson序列化 目前有两种实现 一种是采用阿里的Fast的Jayson库 另一种是采用Double中自己实现的简单Jayson库 但其实都不是特别成熟 而且Jayson这种文本序列化性能一般比不上两种二进制序列化 也就是说文本序列化的效率是比不过二进制序列化的效率的 就是这一点 还有我也说了啊 就是说因为阿里用的是不是 因为这个Jayson库啊 通常大家都推荐使用Fast的Jayson 但实际上呢 我跟大家推荐的是Jayson 无论是从架构还是效率 Fast的Jayson远远比不上Jayson 最起码目前还是这样子的 而且Jayson里面的架构呢 相对灵活一些 而这个Fast的Jayson里面呢 其实很多地方都写死的 其实并没有那么灵活 所以呢 这里他自己也说了 对吧 其实实现都不特别成熟 而Jayson呢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框架 能理解吧 所以我还是推荐使用什么呀 Jayson为我们的主要阶层库啊 最后一种就是Jayson自带的序列化了 采用的是什么呀 JDK自己实现的序列化 性能怎么样 很不理想啊 这是最慢的序列化 在通常情况下 这四种主要序列化方式的性能 从上到下 依次递减 从上到下 依次递减 就这最快 这个慢一点 这个再慢一点 这个最慢 那对于 Double RPC 这种追求高性能的远程调用方式来说 实际上只有一二 两种高效序列化的方式 比较般配 也就是说 咱们也只能用这两种 而第一个Double序列化 由于还不成熟 所以只剩下二可以用 也就是说 咱默认使用的是Jayson图 是这意思吧 那但Jayson呢 是一个比较老的序列化实现了 而且它是跨语言的 所以不是单独针对Jayson进行优化的 你看跨语言就这点恶心 它不会对某一个语言进行优化 对吧 因为它会跨语言 而这个Double RPC呢 实际上呢 完全是一种Jayson图 Jayson图的远程调用 因为从标题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标题就叫 什么呀 Jayson图高性能RPC框架 是不是啊 它就是说Double只支持Jayson图 好 所以是Jayson图Jayson图的远程调用 其实没有必要采用 跨语言的序列化方案 当然也可以用 是不是啊 但是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就是只是用Double 而Double只支持Jayson图 那就就这一点来 最近几年呢 各种新的高效序列化方式 层出不穷 不断刷新序列化性能的上限 最典型的包括 专门针对Jayson图的 Crow FST等等 跨语言的呢 比方说这个 这个咱们认识 我说过对吧 Shrift 这些序列化方式的性能呢 多数都显著优于Hyssen图 甚至包括尚未成熟的Double序列化 有鉴于此 我们为Double引入了Crow和FST 这两种高效加把序列化实现 来逐步取代Hyssen图 其中这个Crow 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序列化实现 已经在这个Twitter Gruppen Yahoo 多个著名开源项目 如Hive Storm 那个大数据那一套 Hardop那一套 知道吧 都是使用的是 这个序列化方案 而FST呢 是一种比较新的序列化实现 目前还缺乏足够多的成熟使用案例 所以 在面向生产环境的应用中 优先选择Crow 明白吧 所以这时候就定下来了 咱们的序列化方案就是它 那怎么用呢 这个我们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 对不对 那配置方式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步要增加这个Crow的依赖 你注意啊 在它的这个官话文档里 可没有写这一句 知道吧 它没有写的 那你直接开启之后是会报错的 然后要把这个错找出来 我带你找好了 你不用管 好 而且使用的是 因为有好几个这个实现包 咱们用的是这个 第一点 这个加把Coffee 这个包的啊 好 先增加这个依赖 两端都要有啊 两端都要有 Provider 增加这个 高速序列化依赖 刷新一下 然后咱们看一下 需要增加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在 它的这个示例里面有啊 它是说在这个什么 Protocol这个协议里面 增加了一个序列化方式 对吧 哎 好 我们就找他来 去到配置文件 这里 在这个协议里 增加一个序列化方式 叫做KYO 对不对 KYO 哎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往下去 它这里呢 说到一个叫做 注册被序列化类 啊 要让这个 这个高速序列化这个框架 要发挥最高的这个性能啊 要实现这么一个类 但是从这个里面呢 咱们能看出来 这里其实就是去放什么呀 放咱们实体类的地方 我们现在没有实体类对吧 可以不配 那如果要配的话 怎么办呢 这里不是 这是这个序列化实现类吗 那么这里加多了一个属性 那这个加多的属性呢 要指向这个类对吧 那是不是属性的名字叫这个呀 那这个时候咱们回到 Double这里 你看没有智能提示对吧 但这个属性存在 知道吧 它没有提示而已 它存在 怎么知道它存在的呢 是因为 从这个配置来看 那么这里的属性呢 你把它兑换过来的话 我们就等于是变成这种 加配置方式 怎么样 肯定要有这个名字 它能接收的 那我就复制这个值 这里面 它没有这个智能提示的话 我就进去看 我点进去 是不是点进来啊 点进来它是不是有get 这个序列化方式 这个属性啊 那你把它拉到最上面 这个就是什么 写的config 然后你就搜索 你看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 它说正准备加入这个配置 对吧 它正准备加入这个配置 但是呢 它有get和set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 没关系啊 是可以用的 好 是把它加进来 去配这个实现的时候 就把实现类的路径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接着往下看 但它下面又说了啊 这就是说 咱们的实体类 要实现高速序列化 要在这里装载进来 然后再往下 它又说了啊 在注册这些类之后呢 序列化的性能 可能被大大提升 特别针对小数量的 嵌套对象的时候 当然了 在对一个类 做序列化的时候 还可能 集连引用到很多类 比如加瓦的集合类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自动 将JDK中的常用类 进行了注册 所以你不需要 重复注册它们 哎 就是说 这下面就是它怎么样 帮我们注册过了 已经都是什么样 高效序列化了 由于注册被序列化的类 仅仅是出于 性能优化的考虑 所以即使你忘记 注册某些类 也没有关系 事实上 即使不注册任何类 这两个高速序列化的性能 仍然普遍优于 HES和Double序列化 所以就说 没有那个序列化实现 也没关系 咱们的速度 也已经很快了 对吧 所以就配那一个地方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把这一步配上去就可以了 而配这一步的关键在于 我们要增加这个依赖 明白啊 好 那我的这个福提供者 福提供者 就OK了 我们就可以 再启动一下 怎么确定 我真的是高速序列化了呢 其实想分辨 是不是高速序列化 其实也简单啊 那就是 我们 你看 现在是provider 启动了 对吧 我在 我在consumer 这个地方 我在consumer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 启动这个 消费者 控制台 对 还有一个控制台 我已经开开了啊 这个是consumer 我们试一下啊 locohost 你看 报错了吧 昨天是好的吗 对吧 今天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找不到吧 找不到这个高速序列化的这个output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真的在用高速序列化攻击再传输 对了吧 哎 这就已经证明啊 只要你能让它调通了 其实不就高速了吗 是这意思吧 以此来证明我们真的用上了啊 好 然后消费者啊 一样 加入 这个 依赖 粘贴 然后在配置文件里 协议这个部分 增加 crow 是吧 好 先把这个consumer停掉 刷新一下 再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好 启动成功了 试一下 哎 是不是啊 拿到数据了吧 你看咱们的这个crew 高速序列化就集成进来了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啊 但它这个道理呢 还得继续往下看 好 那注册被序列化 这都是在自官网了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不说了 是吧 反正咱们即便不去注册这些东西 你也不用 也没关系 效率已经很高了 再往下走 当然了 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用配置文件来注册呢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类里面注册 对不对 哎 为什么不用配置文件来注册呢 这是因为呢 要注册的类呢 往往数量比较多 导致配置文件冗长 因为正常情况下 咱们在互联网公司 你那个数据库的表啊 什么七八千张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ORM对象关系一射 一张表对应一个实体类 你是不是要搞七八千个实体类啊 是不是比较夸张 你想想看 哎 是这意思啊 那所以他说配置文件比较融场 而且在没有好的IDE支持的情况下 配置文件的编写和重构 都比加万类麻烦的多 为什么配置文件的编写和重构 都比加万类麻烦的多呢 因为你这边那个继承呢 或者你覆盖了谁 你这看不出来 是不是不便于你怎么样 重构配置文件吧 因为我说过 事不过三则重构 写且只写一次 那我们要利用面向对象 三大特性封装 配置文件是不是对象 是的 万物界对象 所以也适用于这些法则 但是你IDE支持不够友好的话 就不方便你看 他在这个问题上 对吧 这个意思啊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编写和重构 都比加万类比较麻烦 最后呢 这些注册类呢 一般是不需要在项目编译打包后 还要做动态修改 打包以后就不用改了 对吧 另外呢 也有人觉得啊 手工注册被序列化的类 是一种相对繁琐的功能 是不是可以用注解来标注呢 然后系统来自动发现被注册 但这里的这个注解的局限是 它只能用来标注 你可以修改的类 而很多序列化中的 引用的类是 很可能是你没有办法修改的 比如第三方库 或者JTK系统类 或其他项目的类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double这个地方 他说了 我们已经帮你 做过一次这个事情了 而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是利用这个东西来做 是不是用这个 序列化是实现类来做的呀 如果加注解的话 那你第三方类库 或者就拿JTK本地来说 你怎么在这些类上加注解呢 是不是个问题啊 你又改不了 另外呢 添加注解 毕竟稍微的污染了一下代码 使应用代码对框架增加了一点点依赖性 我们高内距 低偶合 它增加了偶合度 发现没有 如果专门有这么一个注解的话 是不是增加了偶合度 就好比咱们的provider 我们就偶合着double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要用double 肯定要偶合double的 所以我们的偶合度就会上来 是不是啊 这个ata service 是不是用了 阿里巴巴double的annotation啊 这就叫偶合 怎么样才叫不偶合呢 要非侵入性 Spring的特性就是在业务层 非侵入 好 所以他说这个会增加偶合度 除了注解 我们还可以考虑用其他方式 来自动注册被序列化的类 例如扫描包类路径 这个什么component scan 这种模式 这个确实挺好的 它这个侵入性就弱很多了 对吧 自动发现 序列化接口 当然我们知道 类路径上能找到序列化类的 可能是非常多的 所以也考虑可以使用package 前缀之类 来一定程度限定扫描范围 这也就是我们double 他去扫描的时候 是不是啊 就是基于什么呀 包括Spring啊 是不是就基于什么呀 scanbase package 这就是什么 类扫描路径 轻入性低 对吧 所以要用这种模式 OK 这几个 再一个 无参构造函数和序列化接口 如果被序列化的类中 不包含无参构造函数 则在Crow的序列化中 性能将会大大折扣 也就是说咱们的实体类中 一定要有什么样 无参构造函数 因为此时 我们在底层将加瓦的序列化 来透明的取代 Crow序列化 哦 明白了 如果没有无参构造函数 我们的序列化就自动变成了 加瓦序列化 所以 尽可能为每一个序列化的类 添加无参构造函数 是一种最佳实践 当然一个加瓦类 如果不自定义构造函数 那默认就有无参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加上了 有参构造函数 就得去多写一个无参构造函数 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有插件 Lumbach 好 另外 Crow和FST 都不需要被序列化类实现 序列化接口 注意 咱们的实体类不需要实现序列化接口 它就可以帮你序列化 但是呢 还是建议每一个被序列化类 都去实现序列化接口 因为这样可以保持 和加瓦序列化 以及Double序列化的兼容性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呀 就你都实现序列化接口 那么用别的框架的时候呢 你的序列化是有兼容性的 如果这个某一个框架 也需要传输 网络传输 那么你没有去实现序列化接口 这时候传输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呀 对吧 因为它并不会调用什么所谓的 Crow去做序列化了 它没有实现这些功能 所以建议是什么呀 还是要每一个类去实现 序列化接口 那就换句话说 就和咱们之前的开发方式是一样的 下面有一个性能测试分析 那么在这里呢 等会你们具体的自己看一下 从这里看出来的效果就是 这都是序列化方案 对吧 它传了一个50kp的字符串 那么使用Crow序列化的时候呢 请求的时候就把50kp变成了272字节 响应变成90字节 哦 是不是变得好小啊 一小速度不就快了吗 然后回到Java序列化 是不是你看就大很多 然后再往下 这个是一个不同化序列的 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对比 你看昨天才跟你们说 让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吞吐量的问题 对不对 所谓吞吐量 就是每秒能处理的事物数量 如果是JT加Jason 平均响应时间是7.8 然后平均处理什么样 1280个 叫JT加Jason 好我们往下看 我们看我们要用的 比如说Tomcat加Jason 是这样子的是吧 平均响应时间 平均处理TPS4000多 也就是Tomcat的效果 Rest的风格的话 Tomcat的效果比JT强 看到没有 对吧 因为它响应时间短 处理是不是事情多 所以它效率比它高 那Rest这个Net加Jason 那Net之前说过 这个Java界大名鼎鼎的通行框架 就更快一点 好回到Double FST 它是平均响应时间1点 能处理8200个 Crow 1.1 能处理8400个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其实不用看了 就它最快了 它的性能呢 可能比Java序列化 这里好像也没写Java序列化 反正它的性能 比Java序列化 大概快个十几 二十倍吧 可以吧 很强的 快个十几倍 OK 这就是这个高速序列化 也就是说 咱们开始做项目以后 一定要用Crow 这个高速序列化 我可以用Crow